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应得重生就是说 我们要在困境中重新崛起 坚定信心 我们要重新战刑 TCL是创立于1981年 在公司创立几个月之后 我就加入公司 经过三十多年 TCL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也是唯一的一份工作 唯一的一份工作 对 我们企业 从一个广东惠州的 一个地方的小企业 发展成为 现在在中国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电子信息企业 并在全球产业当中 逐步地提高 我们的竞争力 1981年创立的TCL 前身为 从事录音磁带生产制造的 国有小企业 李东升的三十年 推动了TCL的改制 将地方小企业发展成 业务涵盖电话 电视 手机 液晶面板等领域的 国际性企业集团 从第一台免提式 按键电话 第一台28英寸大彩电 到第一台钻石手机 很多具有 时代意义的产品 都在TCL诞生 而很多人认为 TCL能从当时 众多山寨小企业中 脱胎换股 飞速发展 和TCL初期提倡的 诸侯文化 不无关系 今天我们要去采访李东升了 然后我们先 大家先研究一下 因为最近我们都看了一些资料 然后先要预示一下这些问题 你们觉得有什么点 比如说大家都提到 TCL的诸侯文化 关于这方面 你觉得有什么 可以来再挖掘一下 这个诸侯文化 它的确是TCL的一个特色 我们公司在十多二十年前 诸侯文化这种痕迹 都比较明显 对 这也是和我们企业 这个背景有关系的 早期我们是属于地方国有企业 97年开始改制 再慢慢成为股份制企业 但是我们企业 并没有什么资源 政府在我这里 一分钱都没投资过 所以在各个区域的业务发展过程中 更多的要靠区域的主管 或者是这个业务线的 产品线的主管 他们去打拼 这种做的好处 管理层大家有主人翁的感觉 因为他觉得 我就是企业的主人 TCL它是在1997年 实行这个国有资产 授权进行这个体制改革 那么因为当时李东升 就是签订个协议说要保证 国有资产 基本上每年达到10% 这样一个增长幅度 那为了不要谈论这个指标 那么所以说他就带领 他这个高法团队 就是给他们是充分放权的 只要他们有自己有能力 并且能够带队伍 就是基本上李东升对他 基本上不以很严格的监督 对 不去过多的监督 虽然那个就到了五年 完成之后 那么TCL的业绩 的确是会得一个 飞速的成长 每周二的洋域 下出会议上 我们会决定 没有完整的情况 累计是20 PMC的报告的话 增加下一个最终的 会在本次精英 正纪会上报告 新产品技术 跟着检测报告的话 也会在品质的 报告上来提醒 当时初期的时候 我记得每一个地区销售 每一个省的销售 分公司总经理 都是我亲自见的 你都认识 我认识 对他们都很了解 所以他们的业务 做了什么样 他们跟我讨论工作的时候 哪些是真话 哪些是假话 有没有少些什么技量 我都能够听得出来 早年我们的对手 更多的是一些山寨企业 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山寨企业 山寨企业最大的优势 就是速度快 效率高 诸侯文化不能简单说就不好 说在TCL早期发展当中 这种叫做企业家精神 敢于去创新 敢于去试错 这样的精神 对企业的初期发展 我觉得它的正面效应是更大 这是一个诸侯 包括为TCL创造很高收入的 一个中文小词叫温尚林 他是掌管TCL的国际电工 赵宗郎这个高管 他为TCL的采电业务 也做出了很多月的业绩 还有一个高管叫杨伟强 是很多人就管TCL的电脑 对TCL在很多高校 就是开这个大学生招费会的时候 那么放的第一个录像片 就是讲这个杨宇强 他的成长的故事 这对于年轻人很有激励作用 1992年到2003年 TCL开始进入高速成长期 TCL王牌彩电 第一步无神电话 都在这个时期诞生 2003年 TCL集团以319亿元人民币销售收入 排名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第四位 此时李东升不再满足于国内市场 开始筹划向国际市场进军 中国经济全球化 中国企业国际化 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你如果只是守在国内市场 你会越守越辛苦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 所以我们在当时比较大胆地 做了这个两个跨国并购 其实在跨国并购这两个项目的 风险评估结论 实际上是50对50的 风险是比较大的 但是你还是决策 我们不是说不知道 当时做这个决定前两三个月 我确实是经常晚上睡不着觉 我在想 你自己去考察过吗 不是考察过 亲自和他们谈 我就一年的时间 那个航空公司那个卡 就从白卡做到钻石卡 特别纠结 最后就是说我们多数议价 还是说干 尽管有着50%的失败风险 李东升依然下定决心 放手一搏 作为第一家走出去 进行并购的中国企业 李东升认准目标 将并购对象 瞄准了电信系统的世界领导者 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 和全球四大消费电子类生产商之一 汤姆逊的彩电业 就是在并购刚开始的时候 就整个国内的媒体 就是给李东升 就是赋予他极其强大的那种光环 就是非常耀眼的企业家 然后他也因此成为 那个阳市的年度经纪人物 那是一个家电业的 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事件 在04年的时候 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并购 应该讲还是非常超前的 03年的时候 汤姆逊还是世界500强 TCR还至少在国际上 还明不见经传 但是其实回过头来看 现在的国际化 其实中国的企业 大部分还是资产并购为主 但是像TCR这样 直接进入管理和运营层面上的 其实现在也是少的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管理体系上 企业文化上和融合上 它不是仅仅一个财务投资 它不是仅仅一个财务投资 对 它直接上入管理 然后上入管理 然后做当地的市场 拓展市场等等 作为国内首个大胆进行 国际并购的中国企业 2004年 李东升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 2004全球最具影响力 25名商业领袖之一 然而难以想象的是 意想不到的危机 却在三年后席卷了 提到TCR集团 我们大家都读过您的一篇 非常著名的文章 叫做英的重生 你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 当初你为什么会想到 要写这篇文章 英的重生系列文章 是在06年5月份发表的 这个系列文章 是我们内部的一个公司的 团队交流的一个文件 2004年 我们做了两个大型的跨国并购 现在回头看 就是我们事先的准备 还是不够充分的 在2005和2006年 这种整合的过程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这种转变 现在我们一下适应不了 适应不了 恐怕无法完全描述 TCL并购后的危机 更准确的说法 TCL2005年亏损20多亿元 2006年19.32亿 2007年TCL汤姆逊电子有限公司 申请破产清算 同年福布斯中文版 把李东升拉上 中国上市公司最差老板榜单 在一次采访中 李东升回忆 我经历了一生中 最难过的日子 而此时 公众也开始追问 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其实2005、2006年业绩不好 所以被那一年的福布斯 中文版评为最差的CEO 其实说真话 那个时候 我自己的心态 已经调整得很好 看到这样的消息 我真的是不生气 我觉得这很正常 在国际化的这种竞争当中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一定要靠业绩 把这顶帽子给甩掉 2014年初集团整体上市 上市之后公司是一个股份制企业 你必须要和股东交代和披露所有重要的经营的信息 这也要求你公司必须建立起相应严谨的一些管理规则和制度 否则的话 你就很容易触犯法律 因为你这个公司不是你自己的公司 也不是说你和政府的一个有限和我人公司 它是一个公众公司 所以你觉得靠以前的这种诸侯文化 这种人质色彩更浓的就不行了 对是不行了 诸侯这本身来讲的话 它原来本来就是一个叫做政府或者政治治理的 一个社会治理的 对我们讲西周时代分建格局 对回过头来来说的话 因为既然是诸侯 一定是它的位置是相当高的 诸侯是去占领新市场 占领新的领地 但是如果是整个一个局面形成好了以后 诸侯对于中心它的维护和可持续 或者它的关系其实就下降了 我们一直在讨论 就提前还有另外一种文化 叫世主文化 就是诸侯文化的本质上就是世主文化 最后诸天子还是要被赶走的 组织的领导者就会处于 在控制丽丽失控之间 西方人整个企业管理的这种风格 中国企业和欧洲企业差异也是比较大的 能不能给我们取个例子 具体讲的话 在中国你是公司的管理者 你的权威性是别人不会去实意挑战你的 但在国外的话 西方的观念还是更加强调一种平等 这种做法的好的地方 可以把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都能够比较充分地调动起来 不好的地方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 才能够尽快地在公司内部形成共识 企业不是议会 可以讨论 但是形成决议之后就必须要坚决地执行 对 要讲执行力 对 要讲执行力 另外一个就是处理这个劳资关系 因为当时我们的业务面临转型 从写箱管电视要转成平板电视 这就需要对公司的整个业务流程和组织架构 做比较大的改变和重组 在中国甚至在美国 做这种重组是比较容易的 但在欧洲不一样 它有很多潜规则 譬如说它可以解雇员工 但是如果你一次解雇 超过十个员工 你必须要和工会谈判 工会的力量特别重要 而且谈判是你根本就没法控制这个时间的 譬如说我记得在05年的时候 我感觉欧洲业务已经有很大的问题了 当时就和欧洲的主管说 我们要做重组 他也同意 半年以后 实际上这个重组没有任何的实际进展 他给我就是一个理由 方案还在和工会沟通 没法达成一致 沟通了半年还没达成一致 对 没法达成一致 所以这个是我非常困惑的 后来我就坚决地把欧洲总经理换了 我自己派人当总经理 原来那个是老外 原来是老外 然后就是说 用一个比较坚决的这种方式去推进 当然这过程 就让我整个重组的时间脱长 成本大幅地增加 这是造成我们05、06年 亏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05年公司遭遇了20多年以来的第一次年度的亏损 当时给我和整个团队压力是非常大的 我们静下心来 认真的反思总结 到底哪些事情我们是做对的 哪些事情是没做对的 下来我们要怎么办 其实应得重生这个系列文章 更多的是团队 一个集体这种智慧的结晶 要应得重生 就是说我们要在困境中重新崛起 来反思 对 一个反思找到问题 另外一个还是要坚定信心 我们要重新战行 在困境中 李东升完成了 英之重生系列文章 并将其发布在企业员工论坛上 在文章中 李东升正视自己的弱点 强力抨击诸侯文化形成的 小团体利益和老化问题导致的 关键岗位领导的不胜任 随后 大批元老退位 新人上任 TCL重整旗鼓 2007年底 TCL以3.6亿元的利润 扭亏为益 当时我注意到 差不多有四位高管 休养的休养 出国的出国 辞职的辞职 所以说当时 李东升的管理善业 发生了变化 就是说 他就提出一个理念 就是这个适者生存 贤能者居之 他就特别谈到 企业会存在很多派系 而这些派系 其实存在一个最大的部罪 就是说 有才华的人 没有用武之地 那么外面的新的人 又进不来 所以说 李东升也就有反思之后 他就引进了一些个人 包括有 在TCL 有个人叫刘飞的 他在改造 TCL国际业务 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有很多多大的思想 而且这些是 可能是企业业 创业老师做不到的 对 我注意到当时 他推出一个制度 叫做回避制度 对 所谓亲属 和有关联的人 都不能在 同一个部门 来吃 是的 我不知道你们对TCL这个品牌 比如说 觉得成绩一度 觉得这个TCL的品牌 很小还是什么 稍微做一个调研来看的话 就是起码是在 一线二线城市 基本上TCL的 当然电话机还是有的 但是那是他最 那是他对传统的 对 最传统的产品 也是起家的这样的产品 互联网产品在市场上 基本上是看不到 那么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之间的话 对TCL 如果是30年再出发 或者要重生的话 所以说他这个方面 压力是特别的特别的大 对 所以我现在和我们的 90后学生上课 跟他们讲TCL 他们都觉得很 很 我时候好像都 都没听说过 他们都觉得是 他们上一辈用的 这种东西 对吧 我再想到时候 我要问一下李东森 这个 他是不是会觉得 TCL有没有品牌老化的问题 但你们觉得 他会不会不高兴 我再来TCL之前 我也做了一些微调查 他们说 以前在我那个比较 相对比较年轻的时代 TCL的品牌的影响力 可以说非常之大 但现在我问一些 我们的年轻人 他们说TCL 好像有的还不太清楚 就是说TCL的品牌的影响力 现在不能说削弱 可能会不会有点老化 确实的 这个如果是和十多年前比 这个TCL品牌的 可能是相对有点弱化 因为早年 我们那一批消费者 他们已经是年纪大了 我们意识到这种差距 我们正在努力地改变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是说 一个整个产业的环境 发生的变化 互联网加 在改变了很多东西 现在的年轻人 在电视机前的时间 要比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少得多 两年多前我们提出 双加转型战略 智能加互联网 产品加服务 就是我们希望是 通过智能和互联网 技术的嵌入 通过给我们电视用户 提供电视节目 收看以外的 各种应用服务 让更多的用户 重新地回到电视机前面 特别是年轻的用户 手机也是一样 去年底 我们做了重大调整 我整个中国区 通讯的手机团队 全部换了 我们很快 在这个月底 会发布我们中国区的 新的产品战略 就是说你要有适应 这些80后90后的消费者 我们希望通过 双加转型战略 来重新打造 企业的这种新的能力 其实已经在重生 这个概念到现在也适用 尤其互联网企业 它重生的速度更快 包括马化腾 马云都会经常提到 那个公司的兄弟周期之类 任正非经常会 就华为的那个活不过多长时间 其实也是希望 就是他们各自的企业 有一个出生 在我们互联网时代 如果企业经营 不是像互联网一样 做这种迭代的更新 企业也会失败 这个成败如何 我们现在也拭目以待 但是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一种探索 我们也承认自己以前不太懂互联网 因为老大学生 我也是老三家的大学生 那我也知道你现在自己也在努力地学习互联网 甚至我听说您最近还在努力地 要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 这个是出于怎么样的一种考虑 要做这种互联网应用和服务 肯定要靠年轻人 我无论我怎么努力 也赶不上他们 为什么我自己觉得要学呢 因为这些项目都涉及到很大的投资 涉及到公司战略的制定 我至少要听得懂 要听得懂 最终来讲我要承担这个直战拍板 哪些事情做哪些事情不做 4年 ago 我认为美国首席 所以我说 看这个技术非常好 所以我们在谈谈合联网 现在我们的互联网已经在市场 是一种中国市场的新产品 另外一个我是用一个傻脸的办法 为什么产品我敢说我要给意见 我每一款新产品我自己用 我回到家里我就休息看电视 我就把各种功能来来回回去倒腾 你也用阿尔卡特手机吗 当然了 下一次开会给他们说 我的感觉你这款机 这款产品有哪些东西改 让用户感觉不太好 那你在北京开两会 人家老板拿出来一个iPhone 你拿出来一个阿尔卡特 你不会觉得调面子 因为我一点都不觉得调面子 我们产品比他好 我感觉我产品比他好 互联网时代来了 李东升依然颇有信心 2010年 TCL投资200多亿元建立华星光电 主要从事液晶面板生产 并成为目前TCL最大的现金奶牛 同时TCL布局互联网应用 销售和物流以及互联网金融 三个服务领域 更力图提升技术创新 工业 全球化品牌和渠道 互联网应用和服务 四大核心能力 除此以外 国际化挫败 留给TCL的文化粉丝 正在企业内部 以新的方式承接和讲话 这些会给TCL带来新的重生 您是觉得企业文化 在一个企业的经营当中 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其实企业文化简单讲 就是第一个 它是企业的价值观 一个共同的目标和追求 第二个的话 企业文化是一种工作习惯 对一个事情的话 不是你贴在墙上 深入到你的员工的心理的 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它很自然的一种反应 那才是真正你企业的文化 2006年 就是英德重生 那个系列文章发表之后 没多久 我们就做了一个团队拓展 那是走延安 走湖口 那个湖湖 这一轮我们是走戈壁 实际上也是我们提出 双加转型战略要落地 国际化和商家转型双龙驱动战略要落地的一次宣誓 咱们英里歌行正式出发 一个好的管理的方式 还是比较按照中国化的这种思维 来做这种团队文化建设 这次英里歌行非常的艰难 我们在戈壁上走了四天三夜 我们设了一个奖 叫做沙克尔顿奖 整个团队能够完成全程的活动 就可以获得这个奖 所以在最艰难的时候 那个肯定有人走不太动 他坚持不被救助 就大家参和中 就这个荣誉 大家订成这个目标 我不能成为团队的后腿人 我们迎接着也很多人 眼泪的理所 他们非常艰难地走完最后的一公里 那一公里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每天我们出发的时候 大家是充满激情和能量 整个团队都是精神饱满 斗日而言 团队之间的这种协同互助沟通 我觉得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都能够带来团队协作的正能量 我们经常会有这么一句话说 人最难的就是否定自我 我们更多地看到有些企业家 他自我膨胀 他觉得打遍天下 然后我做的过去的成功 就证明着我未来的成功 但是作为一个企业家 非常难的就是你要看到自身的不足 正如那个显克维之在他的那个历史小说 你往何处去中 那个使徒保罗说的那句话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索性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李东生他提供应的重生 在我们管理上就是提供一种 我们讲叫做颠覆式创新 一个企业家是不是敢于 或者说勇于否定自己过去的不足 然后去不断地探索新的位置 这个我觉得就是应的重生 在管理学上对我们的一个启示 而且这一次的活动 感觉特别欣慰的是 我们很多老外的高官 也跟着走 跟着走 你很难想象 美国人 法国人 意大利人 居然也和我们中国人一样 在戈壁睡了三天帐篷 走了四天戈壁 晚上可是零下了一两度 睡帐篷里外温度差不多是一样高的 他们能够坚持下来 所以对于整个国际化的管理团队的 您的距离也是很有道理 我想不到老外团队参加的比例那么高 而且基本上都是照顾全球 反对的圣地 是祈祷了精神的圣地 你目的弹索 那每天就国家的选择 对于全球 每晚赛 都是在硬点 也好 佬真 也好 她不世界 说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